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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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世神堂 大神明主日賢員的朋友 我叫王毅菲 我今年六歲 我今天要分享的聖經故事事 撒罗马大爱如神 就问他是天主的赏赐 撒罗马大爱如神 就问他是天主的赏赐 有一天 撒罗马梦见着天主 天主问他说 撒罗马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撒罗马说 主王身为主王 我要带点冠军 但是我缺乏智慧 求主刺赠我智慧 那我可以没辨试意 天主说 撒罗马也不会自己求财富 不会自己求长寿 更不求敌人的性命 所以我被赎罗马 有一天 来了两个女人去给天王赏菜 其中一个女人看着我说 撒罗马我藏这个女人 在一堂尾尖房子里 有一天他却叫神 有一天他却叫神 不小心压死我自己的孩子 把他死的孩子放到我的滑地里 有一天 我记得我晚上喂奶时 这些孩子就这么晚 在量时仔细看了一点 而且这不是我的这儿子啊 所以说女人马上说 不是的不是的 我的孩子是我的 你的孩子还是你的 所以就这样 两个女人就在君王面前 真闻不休 君王想着想着 你们都说孩子是你们的 大孩子只有一个 放着光铁 在那把刀子拿来 把这个孩子披着两个 小伙子跟两个女人回去吧 弄了一下 接着一个女人公司说 不要啊不要啊 把我的孩子给菜吧 那一个女人就说 剃菜吧 还是不归我 就说 剃菜吧 再来啦 我这个国家孩子 没看完那个 后面的一个人吧 那 这个孩子的 真生很平 我喜欢这个故事 是因为 特别是我们的爱 就是这个坏 因为孩子先看妈妈 到手机的孩子 跟着的热恒相反 所以当命令一下 直到孩子要被PG揚拌的時候 那些像幫他心比較思慮了一樣 再來保護懷孫的妹 命感奪給別人 PG還不會收到任何的香菜 所以我們要利用上主遂給我們的聚會 並且成團群的 堅持的是奉天主 成為一個共有愛與智慧的人 我的聖經故事都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